Mandy 你在做甚麼? 這是秘方 可以去水腫 但臉部不用那麼膨脹 去水腫? 通常現在這個天氣 就會容易令人水腫 因為很多時候因為濕引起 如果我們要去水腫 就不只是拍一下臉就完成 我們還要驅濕 驅濕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你跟我過來告訴你如何驅濕 不過我的方法就是針對濕 如果我肥就未必能幫到你 香港的春天特別潮濕 那種濕粒粒的感覺特別令人討厭 而且皮膚容易受刺激 很多人都在這個時候濕疹發作 其實天氣潮濕和濕疹有沒有直接的關係? 潮濕又會引發身體其他甚麼影響? 我們很歡迎註冊中醫師徐澤昌和我們講一下潮濕 你好 醫師 你好 其實天氣潮濕和濕疹是否有一個必然的關係? 其實濕疹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濕引起 但不是濕直接導致濕疹形成 因為濕疹主要來說是體質的問題 很多時候都是先天性的 並不是後天感染回來 很多時候譬如其他的食物因素 其他可能是風邪、濕邪、燥邪都會形成濕疹 濕疹也可以分為急性期、慢性期和壓急性的情況 所以濕疹並不是單獨由濕邪去導致的 但是很多人都會覺得天氣濕 皮膚很癢 那這些關不關事 會不會是甚麼原因令濕疹的患者特別受影響? 很多時候濕疹的患者主要是因為食物因素引起 譬如我們有些病人很嚴重的濕疹 身體上的皮膚 基本上有其中七成至八成都是濕疹 可能連眉毛、頭髮 基本上那些皮膚都是不完整 這些患病者很多時候他們吃東西比較蠟雜 很多時候喜歡吃濃味的東西 很喜歡吃新辣刺激 和很喜歡飲動的東西 其中一個病人很喜歡每天每天都吃公仔麵 每天每天都吃汽水那些 吃到濕疹會不停加重 所以濕疹越來越普遍都跟飲食習慣很有關係 沒錯 其實濕對身體其他的部位有甚麼影響? 濕其實除了可能會導致 會誘發濕疹之外 其實也會形成一些風濕病 和可能會容易討餓 涉舌 和另一方面都會令到人水腫 如果水腫來講 中醫我們可以分為 可以上半身的水腫和下半身的水腫 上半身的水腫 我們主要跟肺是有關係 如果下半身的水腫就是跟皮腎有關係 一般來說如果是水腫來講 我們都會跟這三個狀況有關係 即是肺皮神三個狀況有關係 那這三個 即是上半身水腫和下半身水腫 可以怎樣 有甚麼方法去醫治 或者去一去水腫呢? 你幫忙 如果我們上身的水腫 譬如說很多時候 那些人經常覺得眼腫面腫 一起來的時候 發妝可能沒那麼漂亮 明明不是肥 但是臉很腫的 對 這種情況最適合的就是去做運動 排汗 那如果你做運動是排不到汗的話 其實中醫有些方法幫你發汗 那發汗的話 就可以幫你消除上半身的水腫 至於下半身的水腫 譬如說很多時候 那些人站得多 坐得多 然後在小腿的內側那裡 按下去 會有一個手指引的話 這些屬於下肢水腫 那這些情況呢 就跟我們的皮腎是有關係的 那這些呢 我們中醫就要和你利小便了 哦 是怎樣利小便呢? 即是有些什麼食療可以幫助 我們呢 有些中藥 譬如說一些車前子 車前草 這些藥呢 復齡摘射這些 其實都可以幫我們利小便的 亦都可以有健平虛濕的作用 那這個是上半身的水腫 都是用這些藥物的 如果上半身的水腫呢 我們就不是用這些藥物 我們譬如說薑活這些藥物呢 可以幫我們去解表發汗的 那就不同的 其實 那我經常見人家的臉腫呢 就這樣推推推推推推推 這樣推臉 是不是可以去到水腫呢? 其實呢是有一定的幫助 因為呢 我們人體經絡呢 是全身分佈的 那當我們呢 有些外流的刺激 去幫我們去推回經絡的話呢 其實都可以有助呢 那些經絡呢 去疏通回 那水腫的情況會減輕 但是最主要呢 其實如果你只是用一些疏通的方法呢 並不解決到水腫的原因 主要來說呢 都是因為我們呢 肺皮腎三個狀腑 出現了失調 那才令到呢 水液代謝出現了問題 才會容易導致水腫的 明白 即是如果 上半身 經常覺得口腫面腫 就可以吃這個薑 薑活 薑活 是的 但是這些都是屬於中藥來的 其實呢都需要經過中醫師的 一些配誤 並不是單獨去吃 因為我們中醫呢 其實呢 開一條方出來呢 就不會單獨去用的 很少很少單獨去用的 那我們通常呢 都是可能會將那些藥呢 混在一起 然後經過配午之後 才去服用 明白 那有沒有些什麼穴位 是可以 即是可以幫手收 收一些水腫 嗯 有的 譬如說呢 在面上面的穴位 很多時候面腫那些人呢 通常就是眼袋那些位 比較腫 那我們呢 在眼球下面 直下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叫四百穴的 那我們呢 雙手呢 可以按住這裡 輕輕地按摩呢 是的 可以低一點 低一點 對了 對了 這個位置 按摩一下呢 剛剛是不是有個骨 是的 按下去 軟軟的這個位置 搓下去 按下去 就會有這個去水腫 去水腫 去眼袋的作用的 是的 如果睡醒 有些硬腫 是的 或者可以再低一點 在眼圈的低下方 在眼框的地方那裏 我的眼圈有這麼低嗎 其實我看不到 哈哈 挺怕那個黑眼圈 你說越指越低 哈哈 其實面主燈對上那個位 是的 沒錯 那我們按下這個穴位 就會有這個幫助我們 去眼袋的狀 還有另一方面 如果是腳的水腫 我們就可以按下我們的三陰膠 還有呢 三陰膠呢 就是小強 腳眼的內側 有個穴位 是的 腳眼內側 是的 腳眼內側 我們放四隻手指在腳眼那裏 然後呢 適合在食指上面 那個粒位呢 就是那個三陰膠 還有呢 有個穴位叫太溪穴 太溪穴 就是在腳眼 和根中間的穴位那裏 是的 那這兩個穴位呢 都可以幫助我們 去消除下肢的水腫的 那其實除了去水腫之外呢 有些老人家 都會在這個時候 特別容易有風濕的 嗯嗯 那潮濕和風濕 有沒有關係呢 嗯 有關係的 因為呢風濕其實呢 坦白說就是風和濕 那但是呢 風濕來講呢 其實如果在病因上面分呢 也都是可以分為風寒濕 風熱濕 還有濕比較重的 一個風濕病 那如果我們去分這個情況的話呢 其實主要來說 我們濕呢 是其中一個主因 因為濕呢 就會特別容易去阻擎經絡 那通常呢 就是因為呢 本身那個人的體質呢 下降了 氣血不夠了 肝臣虧虛了 那些風寒濕邪呢 才會容易入侵經絡 才會形成痛的 那譬如說 如果我們風邪為主 引起的風濕病呢 那我們的關節呢 就這邊痛完之後呢 到另外一邊會痛 那如果我們譬如說 在熱邪引起的風濕病呢 就會在那個關節呢 會有紅腫熱的情況 紅腫熱痛的情況 那如果是因為濕邪引起的風濕病呢 就會是比較重啊 和聚的情況出現的 那我們在這個 那麼潮濕的環境 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 減輕風濕這個痛楚呢 那其實如果是潮濕 因為潮濕引起的風濕病 那其實你要減輕痛楚呢 我們可以透過熱敷 熱敷可以令到局部的氣循環增加 那幫助我們去改善那個痛症的情況 那和也都可以做針灸 那和食療方面都可以有幫助的 那譬如說常用的 一些比較平和保肝神區風濕的中藥呢 就有譬如說是喪忌生 有道仲啊 穿斷啊 這些藥物這些藥材 那通常呢 我們可以將它拿來煲湯 那然後加少許薑啊 加少許朱子啊 那煲一碗呢 那煲在一起就可以喝的了 嗯嗯嗯 其實坊間有些藥房和去濕貼的 嗯 就是用來貼一些關節位 嗯 其實這些對去風濕有沒有幫助呢 貼關節位 通常會的去濕貼的 它們里面一些這具風濕的中藥是在аюсь的 那貼住過去會一定的舒緩作用 那但其實我們中醫也是很著重體質的條理 如果我們只是局部去醫 其實那個部位很快就會有辦法 譬如說你貼完之後 可能你不貼那段時間就會痛 我們的目的其實就是希望令到你痛的次數 和程度減少 減少和減輕 就是說希望幫你斷尾 所以其實除了貼那些藥膏幫你治療之外 其實最主要要增強自己的體質去治本 讓你的痛症和風濕病幫你改善 讓它不要再復發 明白 其實我們春天有些什麼 飲食方面要注意些什麼 怎樣可以做到養生的效果 春天來說其實因為接下來會夏天 我們其實慢慢天氣會越來越熱 很多時候人們就在這個時間 就開始吃得多冷東西 吃得多冷東西就會形成皮胃內濕的產生 因為其實濕來說我們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就是外濕 外濕就是因為氣候環境引起的濕 內濕就是因為我們很多時候皮虛 皮腎羊虛引起的濕 這種濕其實就和我們吃冬東西吃得多 吃雪糕 西瓜 魚生 這些食得多 就會形成皮胃的濕制在這裡 所以其實我們要改善一下 第一 要這些東西少吃 如果你偶一為之吃 其實沒問題 但是不要經常吃 最慘的是夏天拼命吃 西瓜不斷吃 那就最容易出事 其實很多時候人們說 醫生我是不是全部東西都不能吃 其實就不是 坦白說我們吃東西是人生一個享受 如果你每樣東西都戒得很清 其實基本就少了一個享受 那我們是可以吃 但問題就是你不要每天吃 可能一個星期可以吃一次 或者一個月吃兩三次 這樣就對身體不會有影響 還有大家都要配合 譬如說你吃完一些冷東西之後 可以喝一點薑茶 薑茶去幫我們溫中去散汗 還有另一方面去做運動 去曬太陽 這樣都可以幫我們身體 振奮陽氣去幫我們驅濕 明白 我不會有些事 你 我們可以避免 好痹 究竟 你 我會做一些事 你 有